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爸 我走了 你等那儿 你坐那儿 我又说两句话 东北啊 我明白你要嫁给家旺是为了报恩 可是报恩也不一定就非得以身相许呀 咱们多给家旺点补偿 就是把咱们家的积蓄都给他 我也愿意 爸 我跟您说实话吧 自从我跟韩刚分手以后 我这心就死了 其实我嫁给谁都一样 嫁给谁都一样 他也不能够嫁给胡家旺 可是家旺毕竟救过我 你看 你看 又绕回来了不是 这家旺他是什么人哪 那整个是一二六子 再加上他那失脸的爹胡老三 你要是嫁给他呢 我跟你说 那 那整个就是掉进火坑里去了 我告诉你 我坚决不能同意 爸 我自己的路就让我自己走吧 喂 喂 苏芬 是她爸呀 哎 没想到是我吧 哎呦 怎么是你啊 你怎么样啊 我挺好的 我们这边都挺好 小英 全都挺好 我身边没人吧 啊 怎么了 我 我跟你说个事啊 东梅啊 要嫁给家旺了 啊 是吗 家旺 说是旧了 东梅啊 啊 具体我还没有搞清楚 啊 反正老安情绪不好 妈 啊 哎 那他爸 刚才回来了我挂了啊 妈 哎 箱子 你给谁打电话呢 你给谁打电话呢 我敲半天门了 我跟你爸就是打电话 你怎么了 你爸说东梅要何家旺 要结婚了 何家旺 何家旺 樊糕 樊糕 等我呢吧 走 回家去 我跟你说啊 我妈说了 让咱们呀 明天晚上 去家里吃饭 下了班 我去找你啊 你好 怎么样 床 好好休息啊 谢谢 怎么样 老婆的 好的了 注意休息 还发烧呢 挺用点 给她身体 好 喝喝水啊 注意休息 没在 我去取吧 再往下一点 往下啊 不对不对 走呗 这儿啊 走 再高点 这儿 不走 你这脚怎么挠不到正地儿呢 这样子 你这孩子怎么麻烦呢 你这是 往这儿去吧 再下点 再下点 这儿 对不对 这脚本你自己挠 我要是够得着 我还用牡牙 爸 坤转来了 来来来 来 给我给我 快坐吧 坐吧 坐吧 你怎么样了 只有这体这大肚子 你也不让我省心 不是 你先来看我 哪边训会 哪边训会 哪里走 瞧你那样 行啦 儿子 看在鸡汤的份上 少说两句吧 来 来 怎么样 来 再来一个 你看我哥能吃能喝那样 肯定没什么事了 你还真笑会有事啊 不是 怎么喝你两口鸡汤 就这么噎的了呢 你说啊 我得非就生了你们两个孩子 我要是生个四个五个的 非让你们给气死不可 小鹰啊 你就别气你哥了 你哥这次他是因祸得福 是个好事 我听说了 哥 你还真想让东梅姐嫁给你啊 不行啊 再说了 这一次 是东梅她自己愿意的呀 你们是要什么呀 这叫落井下石 叫她趁火打劫 再说过 东梅姐根本就看不上我哥 她看不上我 我看上她不就完了呢 这感情 是可以慢慢培养的 对呀 这感情是可以培养的 小鹰 你可千万要管住你自己的嘴巴 别乱说话 再说了 你说你跟东梅那么要好 她成为你的嫂子 你应该高兴才对呀 高兴不起来 来来来 喝点 行了 那你们喝吧 我走了我来看看 走了 慢点啊 这 这是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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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我一会儿 我去取点钱 一会儿陪我买身衣服去 顾书上 这样吧 咱去别地儿去吧 走 就这家银行进 你等我一会儿 马上就出来 你快点 你快点 冬美 你怎么在这儿 我在这儿等人 以前的事儿 对不起 事情都过去了 就别提了 冬美 你是不是因为我 跟自己赌气 但我知道你要和家旺 结婚的时候 我就想去找你 可我现在没这个资格 我算什么呀 这么多年了 我除了给你带来伤害 什么都没给过你 可是冬美 我希望你能找一个好人家 找个你爱的人 过幸福的生活 韩刚 这事儿现在是我自己的事儿了 其实家旺也没你说的那么不好 他也有好的意味 家旺一直坚持接我下班 我从来没给过他希望 可他一直在等 就像当初我等你了 还有 我这次出事儿 如果没有家旺 我真的不知道会怎么样 可是冬美 别说了 冬美 这是你一辈子的事儿 你得慎重 坦坦 我是在这儿等人的 不是来听你说教的 是 韩刚 干什么呢 没什么 没什么 怎么了 克莱你不高兴啊 我不高兴也不是因为你 你当然不会是因为我了 你是因为东梅 他没嫁着好人家 你难过了是不是 行了行了 我今天不想跟你吵架 你以为我想跟你吵架呀 他怎么来找你了 你们两个人是不是一直还有联系 玛丽 你还有完没完了 我们就是在这儿碰上了 根本不是他还找我呢 碰上了 怎么那么巧啊 就偏偏碰上你了 更巧的是 你怎么就知道 他要嫁给胡家旺了 你说啊 是他告诉我妈的 是他告诉我妈的 他 你爸呀 这不是什么秘密 以后大伙都会知道 妈 哎 妈 莉莉回来了 妈 这日子真的没法过了 怎么了 啊 是不是那个韩高小子又惹你生气啊 我就是过不下去了 哎妈 这叫什么事啊 他们什么事都瞒着我 只拿我当外人 你说我怎么过去去啊 啊 他们家人怎么这样啊 行了别生气啊 慢慢跟妈说 啊 早知都不告诉你了 妈 这事跟你没关系 钢子 快去 把玛丽接回来 我不去 我不去 快点去 你别让我着急 妈 这种日子我过腻了 你说什么呢 这好日子不会好好过 快点去去听话 快去吧 这好日子 我去真正乱 我这好日子 你觉得我这好日子 这好日子 还不错 那我早就不来 我这好日子 我这好日子 那好日子 我这好日子 爸 妈 我接玛丽回家 玛丽 走吧 回家吧 韩康 我可以给你回去 但是你必须跟我说清楚 你跟安东梅到底是怎么回事 来来来 走两步我瞅瞅 这 这怎么好了 怎么不瘸了 不疼了你 不疼了 明儿上医院复诊的时候 医生问你疼不疼 你就说疼啊 为什么呀 你得装嘛 就当你的腿瘸了 等东梅嫁过来 你再告诉他实情 那那那骗的老东梅 骗的老人医生 你这孩子你怎么现在那么实在呢 这腿长在你身上 你就说疼 那谁能拿你有什么辙呀 记住了没有 行 那你瘸着给我走一遍 我瞅瞅 这就对了嘛 是不是 行 来来来来 你咋瘸着给我 往前走 来 继续走 对啊 你们看啊 从片上显示 接得非常成功 怎么还有点瘸呢 我说家伯 你这是有点过了吧 你这个 我感觉有点装 老爱 你这怎么说话的 这是能装的事啊 不是 这我巴不得我们这家伙的腿早点好起来 你说我现在看成他这样 我心里难受啊 你说好好的腿瘸了 这以后留个后遗症怎么办呢 老公子 我不是 你别伤心 他还年轻 一定能恢复好 你放心吧啊 人家大夫都说了 将来他肯定能恢复好 你也别人俩这点猫腻 我还不知道 这老孩子 你这 你这不是狗咬李东斌 不是好人心吗 这要不是我们家家旺 救你们家东北 他他能成这样吗 他 我跟你说 算数 您放心吧 我说的话算数 东北 你 这只能吃着呢 来来来 腿子 听我也拿副板筷 清晨 喝着 哎 哎 哎 没饭 哎 来 你又赶吃饭了 哎 哎 小姐 有酒了吗 有 咱哥俩喝一口 哎呀 这 爸 哎 没没没 没事 我我给你再 那我们再 好好 好 那你辛苦啊 哎 你说你老来蹭饭吃 你还好意思喝酒啊 我喝点酒怎么了 我喝酒那是有高兴的事 是有好事 哎 行了 那你说吧 什么好事 你哥呀 要跟东梅结婚了 嘿嘿嘿嘿 那怎么了 那你这个做妹妹的啊 你说 你们夫妻俩 不得表示表示啊 那你想让我们怎么表示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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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别的好的东西也别送啊 现在挺流行彩电的 对对 要不然你们俩送他们一台彩电他们呀 爸 你以为我是开银行的呀 啊 我们家到现在还没有彩电呢 你让我给我哥抢去啊 不 小盈啊 你看你这 你哥哥就你这么一个妹妹 你 你 你不能不送啊 要不然你把我卖了 我没钱 韩强下岗 你不是不知道 我们家哪有钱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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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晓 你不看着你哥哥的面子上 那你也得看着东梅的面子上 你看从小 你就跟东梅这么要好啊 你说你什么都不送 这也是说不过去嘛 这个 我买不了 我买不了吧 啊 你爱怎么办 你就怎么办 行行行行行 你不送你不送 别别别 别生气 别生气啊 再把肚子里孩子给我 再给我气出个好歹的 还搭着个脸 你看真是 这饭咋吃嘛 行行行行 我不吃了 我走了 就什么事了 行了你 你好意思吃啊 你说吧 怎么办呢 他要说送 是送点的 你以为我不想送吗 我拿什么送 咱们家有钱吗 你都多长时间没发工资了 你没工作你自己也不着急 真不明白韩强 我当时我怎么就看上你了 你也要 你甩什么呀你 有了你就永远别吃 你 我 你 是 什么 你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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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受不了了吧 我现在发现小婴成天 叨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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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没完没了 你是没经历过 这个女人啊 一怀孕都有点小脾气 你晓得要是争气 人家也不至于这样 赶紧想想自个儿工作 爸 说到我这工作 你得帮帮我 怎么办 爸 你去找我哥借点钱 我现在成天去赵四呢 他那服装生意特别火 我有钱我也能干这个 我这有几十块钱 要不 几十块钱能干什么 最少的一千 赵四说了给我的都是批发价 然后他那个卖不了 还可以退过去 我这属于没风险的买配吧 你就跟我哥说 给我带点款 我说的话你哥听啊 那怎么办 那咱俩一起去 爸 舍不还套不着狼 这是我机会啊 再说我也得干点事啊 省得小婴成天 叨叨叨叨叨叨叨没完 那倒是 爸 打过电话了 我哥待会儿出来啊 等会儿 哥 哥 哎 你也来了 哎 有什么事啊 快说 我楼上开会呢 好 那咱们就长话短说吧 你弟弟强子啊 想做一点卖服装的生意 需要一千块钱的本钱 不是 他一直不好意思来 我说我带着他来 想送你们银行带点款 你是要做个体户是不是 对 我想卖服装 银行不给个体户带款 这我们也听说一点 那你看看 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 这银行不是我开的 我有什么办法 这 这我们知道 就是说嘛 他现在不是有困难吗 你哥哥嘛 我们也没有别的路的 就是 再想想看 能不能帮帮忙 行 我想想办法吧 过两天啊 要是有消息 我给强子打电话 行 哥 要是太麻烦 太困难 也就算了 没事 放心吧 谢谢哥 行 没事 我上去了啊 我说啊 我说啊 这一千块钱 不光对你哥 对谁啊 都是个不容易的事 也真是也跟你解决了啊 我还是那俩字 谨慎 我知道 我知道 韩哥 睡吧啊 行 �� mant learn 你家走 那俩殇奥 谁啊 我想跟你说点事 有什么事你就说呀 什么事 强子 想当客体后卖服装去 他 他想做生意啊 他有那个头脑吗 我看不行 他是不是想管你借钱啊 是啊 玛丽 强子是我弟弟 我该帮帮他 再说了 上次你答应 给人的办工作也没给办 我可告你啊 这一码是一码 是 我们是答应给他找工作 可是这事哪是那么容易的事啊 这也不能怨我们呀 韩强他要管你借钱 我跟你说 这钱可千万不能借啊 你可不知道 我觉得韩强吧 他根本就不是那做生意的料 你没听人家社会上现在都说 十亿人民九亿商 还有一亿再观望 就韩强那个智商 我告诉你 你借给他那钱啊 一准去打水漂了 不行不行 不能借啊 玛丽 我都跟强子说了 那你就跟他说 现在不适合做生意 这不好吧 那有什么不好的呀 如果 他再来缠着你的话 你就让他来找我 我把这责任全给你揽过来了 你还怕什么呀 行了行了 别想了睡吧 睡吧 睡了啊 老大我出去办点事啊 来 来 老张 有个事 我想求你帮我办一下 说 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这是怎么了 杨老爷 给小鬼借钱 我是着急用 没办法 借多少 一千块钱 好 你看 好 谢谢 谢谢 怎么样 没事 挺好的 我给你送钱来吧 哦 这是一千块钱 给墙子留用 哎呀 费大金了吧 你别管了 用吧 怎么弄来的 我从家里拿的 我从家里拿的 马力知道 早知道 没闹别人吗 没有 没事 我先走了 待会儿还有事 那个墙子 能挣一点就换一点 能挣一点就换一点 我会盯着这个事啊 行 那我走了 好吧 慢点吧 慢点吧 好 回来啦 好 看口径准备吃饭 好好 你歇会 这 签子 怎么啦 怎么了 是你哥给你的本钱 我哥借我钱了 晓晓 你哥借咱钱啊 玛丽啊 也不腻 哎 要穿这个人 心眼还是不错的 是 老知道 可能之前我们有点忽悔吧 都是一家人 咱们都得好好过 知道 爸 你都说了好几遍了 是吧 行 穿过去 吃饭 好 妈 我的孙认真又坏了 还得天语呢 你怎么用这么费啊 哎 姐 要不你给我买个吧 行啊 你姐夫明天发工资 我给你买一个 那好嘛 我姐夫能愿意吗 还是你给我买吧 哎呀 你姐夫的钱都是我管着的 我说给你买了你就买呗 你管那么多那妈呀 那行 那你记这事啊 别忘了 哎呀知道了 我花你姐的钱 嗯 来了来了来了 快快快快快快 嘿嘿嘿 嘿嘿嘿 来来来 新鲜的鲤鱼 给我闺女儿补过身子 嘿嘿 哎呀 你看还是你爹心疼你吗 太阳还真打西边出来了啊 那铁公街还拔毛呢 你看小莹你这什么话嘛 你这是 行行行行行行 我看在我外孙子的份上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爸 您要是真心疼你外孙子 你就买两头大鱼 你瞧这鱼瘦的都可怜 除了眼睛就是刺 是啊 我是想要大的 那可它钓不上来 那我就说吧 我就说你肯定不能给我买 你哪舍得给我买鱼啊 行了 我给钓的鱼 那不更见我对你的真心哪 这多新鲜活的呀 给我外孙子啊 多吃点鱼 以后他聪明 您怎么知道就是男孩啊 你瞧你这身形啊 前头肩 后头平 那准是男孩啊 把自己当成专家了 晓晓 我问你 就这孩子 他在你肚子里动的时候啊 你感觉鼓出来的那个包啊 它是像鸡蛋那么大的小包呢 还是像馒头那么大的大包吗 好像像鸡蛋那样的小包吧 然后有时候还动来动去的 反正晚上老睡不好觉 准是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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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啊 这个男孩子是脸儿冲钱 鼓出那个小包那是他的拳头 女孩子呢 是屁股冲钱 鼓出那个大包那是他的小屁股 你这个准是男孩 不行我输你的什么 什么输赢的呀 男孩女孩都一样 我都喜欢 可不一样啊 这丫头能跟小子比吗 这丫头那将来是别人的呀 你说你生出的孩子 她能姓胡吗 她得姓韩呢 你哥哥家旺的孩子 那才是我们老胡家的苗 行了爸啊 别来了就给我添堵 我小时候你就重男轻女 我跟我家气 怎么就生了您家了呢 对 胡小杨 你可别没良心啊 我 我是有点重男轻女 那都是我脑子里的事啊 你想想得了 在行动上 我可从来没有亏待过你 行行行 爸你赶紧走吧啊 心就烦了 赶紧回去吧 亲家回来了 正好 我找你有事 是吗 来来来 送鱼来啊 钓的 钓的 钓鱼来的 跟着 坐坐坐坐 静静 我想让你帮我呀 帮我劝劝老安头 你跟她最好 她就听你的 怎么了 这不是我们家家旺 要和东梅结婚了吗 这老安头你说她也不知道为啥 她非不参加婚礼 你说她不参加婚礼 这婚怎么结呀 哎呦 这个事我出面好吗 你还是担心 东梅和韩刚的过节吧 这都是以前的事了 这片走翻过去了 不是你好好给她说说不行啊 我说了呀 她把我哄哄回来了吗 我发现我一出现 她就更生气 哥哥 你帮帮忙 帮我给劝劝她 好不好 去是可以去的 老万你也知道啊 她要万一死我不干 你可不能埋怨我啊 亲家 你看你 你可不能胳膊肘向外拐呀 我们家小英那可对你不错呀 你看 这现在又给你们老韩家生儿育女的 我等于给你们老韩家养了一闺女 你说这点忙你不帮我 还有啊 这案子还病了 是 你说你不去看她 那也说不过去啊 她病了 对呀 在家躺着她 她没言语一声 你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都病两天了都 那你还真得去看看她 我还真得去看看 要不咱俩一块去 好 去去去 去看看 好 六爷 您忙着呢 您来了 我这就给您拿去 嗯 您您稍等啊 您看好喽 嗯 你都看了多少回了 错不了 我这么想着 早晚有一天你得把它给赎回去 您怎么知道 哎 你看 我看过多少物件 看过多少人呢 这谁是有来有回的 谁是有来无回的 我一眼就能看她个八九不离十 哈哈哈哈 当年你母亲当她 是为了给你凑学费 你想想啊 这做子女的 一旦功成名就 但凡有点良心的 谁不得想着 赶紧把东西给赎回来 好了了老人的心愿呢 哈哈哈哈 你瞧 我这次又没看到眼吗 哈哈哈哈 哎 六爷 您开个价吧 好 八百 不还价 六爷 您收的时候才一百块钱 那是啊 那时候的钱 跟现在的钱 能是一回事吗 那时候的一百啊 估计 盯现在两千块钱是吧 我呀 也就是冲着您和您母亲 母慈子孝的份上 要不然 可就不是这个价 行 八百就八百吧 柳爷 说实话 您开多少钱 我都得数回来 那是啊 你是孝子嘛 哈哈哈哈 韩叔儿 您来了 你爸来回家 哎 在屋里呢 我看 哦 老丸 快坐坐坐坐坐 快坐 喂 怎么搞的你 哎呀 没事 年轻的时候 您哪 得过病 爬过床上去 别提了 你说这叫什么事啊 怎么了 哎 哎 那个胡家旺的腿啊 他根本叫微缺 昨儿给我看他了 他哪儿欢不烂跳呢 哎 他一看见我 他立马要瘸了 你说这不是 他把我跟东梅 都当成了傻子了吗 这不是 我跟你说啊 这都是胡老三 他在背后里窜着他 那个胡家旺啊 他没这鬼心眼子 都是那个胡老三 最坏的 他是 脑袋上长疮 脚跟底下留能 哎 我爸都在气头上 哦 我没事 我不生气 你让他忙 哎 我就倒没听见了 事到如今了你 那怎么弄啊 怎么弄 只要我有一口气 我就不能让那胡老三 他得整 东梅怎么想啊 东梅就是个傻子 他让人骗了他还不傻吗 他现在呢 就认准了老胡家了 这还不说 反过这世界上 就要剩下胡家旺一个男人了 哎 要我说呀 我要提醒你两句了 一个啊 爱惜自己的身体骨 到这岁数 第二个呀 这个事啊 你还不能把东梅逼得太紧了 这闺女是个要强的孩子 你把她逼得太紧了 你忘了上一回医疗下降 她一走好几个月 是啊 我也怕她这事 所以你说我啊 说深了不是浅了不是 她要是犯起轴来啊 我拿她是一点折都没有 哎 老韩子 等东梅过了门 我一定把她当我自己亲生闺女对待 哼 小月还是你亲生闺女呢 没见你对她有什么好 那可不一样 那闺女 那嫁出去就成别人家的人了 儿媳妇进门 那才是我们老胡家的人呢 那她还得跟我们老胡家生儿与女啊 对不对 你看 你看看 这东梅要是嫁到我们家 她离你也近呢 这回家照顾你一下 这不是也很方便吗 她总比你把她逼得一个穷了吧唧的 这侯老远的就是那不是强多了吗 你想得倒挺远 我还没答应嫁呢 老安 我可是早把你当成我亲家了啊 我们家家旺听说你吃不下饭 这 这还给你买的东西 你看 水果啊 还有这酒 这可是陈天好酒啊 你说这世界上哪有这么心疼老丈人的女婿啊 谁撑起了 你说咱俩成了亲家呢 这可都是前生注定的缘啊 是吧 妈 回来了 别忙了吧 嗯 给你开点东西 什么呀 你看 钢子 妈真没想到 你还能看见这帚子 妈 谢谢你 要是没这帚子 我就上不到大学了 妈 回来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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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